我去那边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对不起 我 你说这个吗 对对对 谢谢啊 又穿错鞋了 咱们俩是不是在哪儿借过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在哪儿借过 是吗 在什么地方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 我帮你吧 我再进来 再进来 我来 没事 你没事吧 是不是我状怒 没事 没事 那我先走了啊 林总 林总 你没事吧 这盒子 在哪儿借过 行了 我马上过来 林总 我刚正准备敲门呢 我正准备敲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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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好 不是 是 谢谢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 您是找我有事 我还是买车 我是专门来找您的 好 好 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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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林总 我是 圆圆欢庆公司的 我叫戴风 好 谢谢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您的报道 挺感动的 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谈一下合作 因为我们公司常年用车量很大 我想从您这儿接车 跟您做一个长期的合作 我做了份报表 您看一下 好的 我知道这个费用的预算挺低的 但是我没办法 客户给我的压力很大 老总给我的压力也很大 您也知道 现在这个单位的竞争都很激烈 我的同事这个月都成了好几单了 可我一单都没成呢 我要是把这个预算给别的公司 他们肯定接受不了 我想您可以 您也许可以帮我这个忙吧 我 我可以加一点点 如果您觉得太少 我可以加一点 但是也加不了太多了 这个外面真是做得挺好的 我 这条件挺苛刻的 不不 你听我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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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真的 太好了 您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我终于可以交差了 谢谢林总 我回去了啊 我回去汇报工作去了 好 林总谢谢你 真的谢谢 真的特别感谢 我走了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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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了啊 放心吧 唉 谎哭之间�光达发现 这个淡雅的女人 和她的初恋女友 竟然惊人地相似 林总 这次给你出来谈判 我真是学到了好多知识 学到不少东西吧 是 下个谈判 你还得带着我呀 你一定要讲究诚信 还有一点你跟我出来 注意点表情 那我表情怎么了 林总 你表情很差 实际上很紧张 刺个牙 我没有 你快点嘛 快点 这不是晓月吗 对啊 这都几点呢 她们这大酒店干嘛呀 不会是想 快 别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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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晓月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不错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总不把我掉到这儿呢 生了一斤 一会儿这儿啊 就归我管喽 好啊 李总 他们在这儿呢 味道不错吧 原来他们在喝红酒 笑个一跳 李总 该不会你这个小子 把小米给关罪你 然后他就 再观察观察 好 还好 妹妹发现 好像是我爸 我去看看 别动 别动 爸 干吗呀 还好 还好 没喝醉吧 还清醒 幸亏我们一路跟着你啊 要不然你被喝醉了 那就吃大亏了 你们跟踪我 不是跟踪 是我们刚才 发现你了 然后林总说 让我跟着你 让我们再来的 什么意思啊 你对我还有信任吗 我还有人身自由吗 再 再谈恋爱 哎呀 谈恋爱 这个点儿了 也不该来这儿了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让你们浮想联翩 你也太不纯洁了吧 实话告诉你们 他 刚调到这儿来做经理 我们是来庆祝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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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别不放心了 回吧 你不打我的车 哎呀 路 对吧 那早点回家 对 走吧 好 好 走吧 来 来 小月谈恋爱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那男孩什么情况 这话我应该问你啊 女儿谈恋爱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你每天都忙于什么 我今天在丢人呢 我看见小月跟个帅哥 进了酒店 我怕小月吃亏我就跟着 最后发现他们俩 在咖啡厅待着呢 小月也发现我了 还跟我急了 你要早点告诉我 小月谈恋爱的事 哪会有今天这么一出 来 你跟她谈下去啊 关于那个男孩的问题 我必须知道 这么大的事要谈 也是我们俩一起谈 我就不明白了 孩子的事情 总是推给我 你要直接问他 不就马上知道了吗 那不是剥夺了你的权利吗 快剥夺吧啊 求求你了 赶紧剥夺 妈 你今天怎么想到 约我出来吃饭啊 哎呀 我二和女儿出来吃饭 不是挺好的吗 快吃吧 听你爸爸说 你恋爱了 那男孩怎么样 真没想到 他还好意思跟您说这事 妈 你知道吗 他跟踪我 你能想到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爸也是为你好啊 行了 那男孩要是觉得不错的话 带回来看看 我们才恋爱了一个多月 还处于初级阶段呢 我是想 等我们感情稳定点了 我再带回家 你说我现在就把人带回来 你那也会觉得奇怪的 那恋爱中的女孩 要学会保护自己 妈 知道你的意思 我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跟踪 我可没这技术 那我给你个机会 练练这技术 你帮我监视一个人 看他每天下班之后 和谁在一起 去什么地方 那行吧 林总 跟踪谁啊 林玉 这合适吗 合适 你摸清楚他和那个 小帅哥的底细 明白 明白啊 等你将来当了父亲 你就知道了 你辛辛苦苦地养大了 这女孩怎么能随随便便 被一个小白脸 用根冰棍去骗走了 绝对不行 爸爸 你是你的初恋吗 你为什么会嫁给爸爸 怎么会问这样的话呢 当时爱你爸爸了 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 他刚刚和单位的领导闹对你 在单位辞着职 下海军商 而且呢 他被之前的对象给甩了 真的啊 我还是同日自己说的 他追我的时候 整天想办法让我高兴 他一直跟我说 他一直跟我说 以后要开自己的公司 一直跟我说着 他自己的梦想 所以 你就喜欢上他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想 这个人 这个人 把让别人快乐 统成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在他身边 帮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一遇见 他跟我求婚 我就答应了 他说 我们结婚吧 WERさ 我记得到 我看着行了 我兄弟 我得投ه 客人 铐车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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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会有什么事呢 你也知道吗 你也知道吗